两种不同的COS匹配方式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左边 一个是右边的 这个右边的我们已经配过了 就不要 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左边的和这个钥匙是不是同步的 连接 连接COS1 打开电话开关了 是没用的 以后我们查看接线图 这个是2K79X或者是010LY的 以后我们都去一批路查看接线图 这OK 好 我们查看COS 连接 对比一下接线图 我们退出来查看一下接线 啊 APA109 用X400PRO 以后我们打开COS 对比一下这个接线图接线点是一样的 把线连接好 把这个 连接好线之后 把这个 连接上 连接好12V电源 连接好12V电源 确定连接线没问题之后 操作软件 操作软件 连接好 保存数据 卡11 点击保存 进行 点击保存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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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数据渡船公 我们点击宝船 点击OK 门退出来生成真相上钥匙 点击OK OK カスイイイピローン 点击OK 这个文件不对 说明我们选择是错了 就是我们退出来 那说明这个COS就不是COS1 它是COS2 选择导入数据 数据是可以的 我们声称第七把钥匙 断开 对 对 是 是 YES YES 1257 點擊OK 因為這個COS 這種的一般都要寫數據 那我們重生把這個數據寫回去 你要再來測試這個鑰匙 直接連結 這樣子避免我們重生再拆一次 點擊退出 退出 直接寫一筆錄 直接寫一筆錄 COS COS 1257 寫入成功 我們來測試一下 這次可以的 我们用操耗子的平板来测一下我们刚刚配的那把钥匙是不是第七把 看是一 对这个是卡12系统刚刚我们在导数据的时候 这是K7 所以这个是COS1的外光 COS2的数据